欢迎两位 在这个小片当中 听到了女生很多的抱怨 是吧 第一个办法就是 男生不太在意你了 不像以前那么在意你了 是吧 是的 咋就不在意了呢 怎么感觉到的呢 就是感觉现在跟以前 很不一样了吧 现在又觉得 他变得特小家子气 动不动就生气啥 发脾气啊 然后又觉得 他没以前那么在乎我了 以前挺好 你能举个例子吗 不是说感受 以前的话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认识嘛 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 然后他都会 就是说下课五六点 然后还会大公交 一两个小时 过来陪我吃个饭 然后散散步再送我回寝室 然后他再回去 然后这些我都挺感动 挺开心的 然后现在的话 这些倒都还有 但是现在就感觉 他现在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吧 哦 我不是不在乎他 就我觉得我跟之前 做的摄影侯都是一样的 但他就老是感觉我变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为什么不关心人家了呀 人家说以前都等啊 五六点钟都等了 现在呢 我挺关心他的吧 比如说有一次 他跟朋友去KTV玩 然后就挺晚的 然后当时也十点多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关心一下他 然后问问他 啥时候回去啊 怎么回去 然后刚打电话 没说两句 他就跟我发脾气了 他就说 你怎么说话的啊 你都找我出事是吧 然后你把电话挂了 然后之后几天 我找他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就联系不到人 那这个事情本来就像 我当时是吧 我去跟朋友一起玩 之前也跟他说了的 然后是因为他那天晚上 有事啊去不了嘛 他还非得让我跟他试个评 证明一下跟谁在一起 然后在哪儿玩什么 然后感觉像是在质疑我一样 那现在我这个也能理解是吧 我觉得他是担心我 然后怕我出事 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 但是现在我现在跟朋友 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他都不怎么过问了 我就觉得差别太大了 为啥啊 不是不过问 我就是每次 我也想想是去关心他的安全是吧 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 然后他都不回我 然后我也想给他打电话吧 我就一想 上次那个事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直接把我电话挂了 然后这样几天联系不到人 我就特别害怕 我说又联系不到他咋办呀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也咋办 是不敢了 是这意思吗 是不敢了 就我想关心你 但是你这样弄的 我都不敢关心了 对 我真的不敢打电话了 好 还有什么是你觉得他变的 他变了 并且脾气还越来越大了 脾气大了 对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出去玩嘛 就是旅游啊 或者怎么样 拍个照很正常是吧 小情侣 我就让他拍照 他就死不拍 然后好不容易说 好不容易说让他拍了吧 他还捧着个脸 就是想甩脸上给我看 我就特生气 我没有甩脸色 我就是当时我跟他说 你想拍照的话 我可以给你拍 或者你自己拍呀 但是我这个人 是真的不上镜 然后我跟他说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照的不愿意跟我拍 你是不是不在乎我 你根本就不爱我 然后我当时一听我说 这不行 那我赶紧跟他拍一下 然后就跟他拍 拍了之后 他反而给我发脾气 还打我 你这为什么还打人 当时我让他拍 是吧 他捧着脸 我就 就平时 女生稍微打一下 也不要紧是吧 他当时火还上来了 他还跟我 从我发脾气 扭头就肿 不是真打是吧 对啊 就是平时就拍一下 怎么的 很正常我觉得 你也太小心眼了 人就不是真打 不是 他就打人 那别人的小女生 打人的小姐姐 在胸口什么的 别的小女生 你被打过 不是 他会这么想 小心误解 就是他打人真的是 大巴掌就上来了 特别疼 臭耳光 不是就 胳膊啊 什么哪儿都打 然后太焦情了 让主持人看一下 我这个样子 我还能有多大巴掌 还拍你五个手掌印了 不是我回去之后 我摄影 我就看我摄像权 虎叶儿子都问我 都问我咋回事 以为我摔了都 那我当时怎么没看见 你当时怎么目说 那我当时我也挺气的 我又想着 干脆就不理你 然后我刚走两步 我想那这样不行 我还得回去猴你 然后回去之后 发现他人没了 人家走了 然后我又 你被打了 你先生气 走了两步 你觉得不对 再回去他又走了 追啊 我追了 然后拦不住他 然后回去打电话 又不接 好几天又联系不到 那本来就是你的错 那你还自己扭头走了 还让我在那儿 等着你回来哄我 我傻呀 那为什么后几天 都不接电话呢 很气啊 这种小事他都很在意 我觉得他就跟以前 不一样了嘛 变了嘛 老是捧着个脸 有一次他去我学校 然后他那天 也是捧着个脸 我下来 我看他这样 我就说 开个玩笑啥的 就是舒缓一下是吧 然后他一路上没理我 然后去吃饭 我又说了他两句 结果他又生气了 这你不对了啊 说两句就说两句嘛 我那天就 从学校忙了一天 特别累 然后我坐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找他 他一下来 见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过来找我 头发都不起 头发都不划呀 过来就责问我 然后一路上就说我傻 这能叫开玩笑吗 吃饭的时候 我就随便提了一下 我跟他说 你能不能不说了呀 然后他就把桌子一拍 走了 那他一路上不说话 什么意思 我跟他说话 他也不说话 结果最后我还生气了 那我能不起吗 这种小时候他也有生气 俩孩子 行吧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对 所以你说他变了 对 还有那个层面他变了 还有就是他现在 越来越空门了 出去玩的很正常是吧 买个东西吃啊什么的 以前都挺愿意的 现在跟他说个啥 都得推三组四的那种 然后说要买啥东西 现在也不买了 之前上学系 我俩都在外面兼职 然后我就手都还挺宽裕的 说出去玩吧 吃个东西 买小礼物啥的 就富三个喜 这些系学校里面又忙 然后事又多 我就想的是又没有兼职 本来钱就不多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吧 我就他想吃啥 我也给他买了 那他就天天跟我要 出门看见 我们又没有天天出去逛 你觉得我们有时间吗 你那么忙我也忙啊 你一个星期 我们也才就一两次对吧 也没有说天天让你买 我跟你说了你也没买啊 那你出去看见十家店 你九家店光要东西 我就是爱说一下 我又没真的让你买 那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还是不想要 你到底开玩笑还是要 你就直说呗 不是 你还没弄清楚呢 不是 现在你清楚了吗 我不是很理解 他现在是想要 因为他说你抠门了 就是没给他买嘛 不是 那我也负担不起啊 那么多 那个东西又不贵 就是那种很小的东西 我就稍微说一下 没说一定让他买 主要是现在跟他说一下 他都会生气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跟以前变得太多了 我根本就没生气 有时候我就不说话 就觉得我生气了 然后他就 因为这个事就跟我发脾气 然后就直接走了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小片 我在想 我觉得情侣之间 这样的事都很正常 变化是一个主题 但是我看最后落伏的时候 都提到了 关于大学毕业要异地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因为 这个毕业的方向和异地 是带来你们现在 主要冲突的一个东西 是吧 我们就本来现在 就是情况不稳定是吧 然后现在要毕业了 然后我在北京那边 找了北京那边工作 本来想让他 就是说跟我一起去那边 结果他倒好 找了个深圳的 找那么远 你说他咋不找到海南 那再找远一点 以后别见面了 我觉得他就是这 他就是现在嫌疑我 买不起东西了 他嫌弃你了 对 我觉得他现在 就是嫌弃我 不然我要嫌弃你 我以前不就嫌弃你 我跟我8月才嫌弃你 那本来这个事 我俩说好的 是留在武汉工作的 我爸那边都是给我说 他先去找了一个 特别好工作在外地 然后我给爸说 那工作我不去了 我要跟他留在武汉 我俩要一起打拼 结果他自己二话不说 跟我签了一个北京的 然后让我跟他去 慢点 慢点 你们俩原计划是留武汉的 对 然后你为了留武汉 还放弃了家里 还放弃了家里找的工作 结果呢 他跟我说 他觉得那个工作好 签北京的 然后让我跟他去 我那个是 本来是说要签武汉 但是在武汉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这些专业也不好找 然后我又 你学什么呢 我学了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就建筑之类的 厉害 然后呢 在武汉没找到合适的 我就碰到一家公司 我觉得岗位 然后未来发展都挺好的 但是那边在北京嘛 但我想一下 出去闯闯也挺好嘛 现在不年轻嘛 我觉得男孩子 应该有点窒息 去那边闯闯也很好 对吧 然后我跟他说 那时候他也同意了 后来他找了那么久了都 就非得没找到 人家找个近一点的 天津河北这种 你北京近一点也还好嘛 你是同意跟他去北京 但是没找到北京的工作 我是特别想找 我真的是尽力去 我当时找了十几家 就真的是 也不是说公司 是我开的想进就能进是吧 是 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他就不理解我 他就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去 是确实没找到合适的 然后我家里的条件又困难 我想的是 我深圳那边工作也还行 然后就先工作几年吧 等会我拧下来之后 我在找他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 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俩 未来更好的发展 其实你是接受异地恋的是吧 我是接受的 但你不接受是这意思吗 对啊 你看现在感情还现在这样 那以后怎么办呀 是你想 对 你不想是吧 我不想 为啥呀 我特别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 不是他 就虽然有时候脾气暴露点吧 但他平时生活中 也是挺可爱的小女生 就经常撒个娇啊什么的 撒娇的时候特别可爱 你喜欢他跟你撒娇是吧 对 就是他也做过一些 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了 比如说有一次我过生日吧 他做过礼物 结果他就自己很用心地做了一个相册 里面都是我们的合照 然后就 他写了很多画在里面 当时特别感动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有一次我考试 然后我在上面复习 本来好几天没去见他嘛 然后他也就 可能也就怪想我的 然后就直接自己跑过来找我了 楼下等了我好几个小时 等我把书看完了 才下雨 这么贤熟 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呢 就是他变的嘛 这可以异地嘛 没有变嘛 人家 你想想就是太远了 我们俩工资又少 你看北京到深圳的话 你想想收费得多贵啊 那一个月见一次都难吧 就先不说时间的问题 那钱也不够啊 现在就看不到未来就是那种 所以这个你怕熬不住思念是吧 那也算吧 就是本来我就比他大一点 就以后也不好说是吧 不二三岁二十二岁嘛 都很小 就想快速地决定了是吧 那如果他要在北京周边 找一个距离近的 你还考虑吗 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就近一点是可以考虑的 是实在是太远了 跟他说了那么久 他还是找了一个那么远的 但是你其实挺难的是吧 找工作有的时候 还不仅仅是地狱问题对吧 他还得跟你合适 公司还得喜欢你 对 还得考虑家庭问题 他当时跟我说的原话又是 要是不找的话 我们俩就直接分手 所以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那咋办啊 我也不知道咋办 去北京流浪呗 他去北京流浪行吗 那我要直接去的话 也太不负责了 对我观点 我觉得以他自己去北京 肯定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他是有能力的人 不是他跟你去吧 但是找不着合适的怎么办啊 我相信他 万一呢 可以陪他一起找 你们俩谈了几个月 八个月 正是这个如胶似漆的时候 突然说要分开 女生有点接受不了 害怕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好了 接下来我们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 小郭 不想异地恋 是怕思念 怕距离 怕你们两个不在一起产生变数 对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去深圳呢 如果去了深圳 就没有异地恋的问题了 因为我当时是寒假之前 就已经签了公司 已经签下来了 就是如果 签下来不去报到也可以啊 可以在深圳再找一个工作啊 那个是有 我相信你 凭你的能力 在深圳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跟他在一起 那个是签了 他陪着你 签了合同呢 签了合同 我们都是从大学毕业过来的 签了合同其实我相信 用人单位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选择放弃的话 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真实的答案 你就是想去北京 想拥有这样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未来 然后希望他陪着你 但你并不愿意为他 放弃任何事情 这是我刚才解读到的所有 包括你一直在跟我们强调 你说他变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 是你变了 你的心态在变化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吗 在我看来 你的脾气一直都很大 啪啪打他 你看他这小体壳扛打吗 所以你的脾气一直都很大 但是你们可以相处八个月 我可以看到这个男孩非常喜欢你 是吧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他 对 但你是不是觉得他嫌弃你 有一点 那我告诉你 你不能跟他去北京 因为当你到了北京 你没有一份很优渥的工作的时候 他如果多多少少本来对你就有嫌弃 那这个嫌弃会被无限放大 你要有自己的前途和未来 坚定地选择一份最好的工作 异地恋如果你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这样相处啊 谁发展的好将来到谁的那一方去 这是一个很公平的决定 因为没有人可以赌未来 尤其是他 你看他刚刚很坚定 如果让他选的话 他一定是选北京的工作 而不是你 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可以我们继续 如果不可以告一段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说到异地恋 我就一下想到 我看过一个特别真实的故事 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太浪漫了 我就讲给你们俩听一听 就是中国和英国的异地恋 不是异地恋 就是异国恋了 这个男生呢 给这个女孩每天都订外卖 早餐 因为这女孩不吃早餐 这男生为了让她吃早餐 每天帮她订一份外卖 订外卖没什么 最让大家意外的是 她在这个外卖单上的备注 都会写一句情话 然后大家就可以发现 原来情话也可以这么用心 然后在这个男生 要回国的前面的几天 她依然给她订外卖 后来那个女生才发现 在她回国几天 给她订外卖的那个 备注里面的情话的 第一个字连起来是 嫁给我好吗 就是如果是真的 相爱爱都够深的话 异地恋也可以谈得 非常的浪漫 也可以情感很坚固 也可以等到那个对的人 但是前提就是 两个人足够的相爱 不那么自私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 为了对方而改变 一味地要求 对方为我而变的话 那这个恋爱 基本上我们就看到了 它的未来了 那送给你们的四个字 是什么呢 活在当下 你们现在是否足够的相爱 决定着你们未来的 异地恋是否坚固 如果现在都这样的情况 你们就算真的奔到了北京 奔到了深圳 你们在一起了 能继续下去吗 也一样不能啊 所以不是异地不异地的问题 不是距离的问题 是你们爱得 够不够深的问题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人有时候是很软弱的 试想一下 你在遥远的深圳 他在北京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异性 关怀 体贴 温暖 你们就试着想一想 这个场景 自己 有没有能力拒绝 其实要说有多爱 你们可能说 我很爱啊 我这八个月很幸福 我对他很关注 但你只要脑子里想想 这个场景 在未来你们分开 那么遥远距离的时候 生活中出现了问题 有一个异性出现 你能不能抗拒 我相信这都是一个 极大的考验 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但为什么有时候 人又是非常有力量 因为足够相爱 你们没有人有勇气这样说 我可以抵挡一切诱惑 那么何必还站在这里说 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我觉得毕业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考验自己 对未来规划 考验自己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而你们两个人 对未来的规划里边 都没有对方 所以也不必再在舞台上说 我们我很喜欢他 他很可爱 确实可爱 确实美好 就把它当作一段青春的记忆 一段挺美好的念想 就足够了 我倒是觉得 现在要毕业了 要在未来大展宏图了 我们坚定地朝着自己 想要的那个方向 去好好努力 相信当未来 你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有更多成绩的时候 当你们更成熟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那个 更适合自己的他 祝福你们 谢谢 试一试看 分开来会怎么样 没事怎么知道呢 你试一试你就知道 有一本书叫 幸福就像狗尾巴 其实它一直以来 就像你的尾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它一直跟着你 但是怎么做 都不能得来你的满意 今天这条尾巴要断了 要去深圳了 你突然发现 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 那你就为它做点什么 但是你又不愿意 低不下那个头 还想让别人围绕着你转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不够重视别人 那就分开看一看 看一看 彼此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 到底有多重 不经历这件事情的话 还真看不出你们之间 在对方心目当中的分量 到底有多少 那就看一看 分开一段时间 称称精良 看看有多重 好吗 好 好 就这样 是要工作还是要爱情 这个里面没有对错 没有是非屈指 都没有 顺其自然好了 深圳需要这个工作 家庭需要去呗 北京 你心知向往的城市 也觉得不错 去呗 你们俩的这个情感 该谈 谈吗 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啊 你先谈着嘛 我们割下争议 开开心心的 真实地面对你们 现在所处的情感 往前走就好了 所以别那么凝重啊 这开开心心的毕业 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笨钱嘛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你总说我变了 说我不在乎你 不爱你了 但其实我并没有变 我一直都特别特别地喜欢你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异地 要短短地分开 但是我相信 我做的那些努力 你也看到了 我想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我可以先在这边工作 然后我尽力地去北京发展 尽自己的努力 给我们俩一个未来 给你一个家 我觉得我们八个月的感情 不能因为简单的异地 就这样被切断了 所以 能不能不和我分手 我觉得 要是 我觉得 我觉得你在我身边 好 时间到了 你才是在一起 你才是在一起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来 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好 请开门 来 怎么了 抬起头嘛 你也没做错什么 你们俩都没做错什么 只是选择了各自 在这个人生阶段 最优先要选择的一样东西呀 是不是 还有话跟他说吗 就是希望他过得好一点 好好好 回去吧 加油小伙子 去吧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